我请教淑华议员 主要的案情核心能然是金华城 而且金华城的金流比较庞大而复杂 今天周刊曝光了 微晶集团有两笔相当大额的公关费用 一笔高达1.8亿 另外一笔高达2.5亿 那总计4亿的规模 就使得人家有非常大的想象的空间 对啊 其实今天周刊爆出来 我们真的也傻眼了 原来公关费用不是只有1亿 前后加起来是4.3亿 那第一次的那个1.8亿 其实事实上就是刚刚提到的 伟阳哥提到的从很久很久以前 就黄大洲市长的时候 那个时候其实就是把工业用地 一块废地 然后变成一个黄金金基母的商业用地 所以那个是在第一个阶段 那现在呢处理的第二个阶段是 除了560给他到840这个阶段 所以看起来他2.5亿 第二个阶段给的这个2.5亿 真的是稍微蛮高的啦 因为之前才花1.8亿 现在花2.5亿公关费 所以整个状况其实就可以看到 柯文哲其实在这个 这个案子里面 为什么他们有这么积极的态度 那到底前面有没有入他口袋 当然我们觉得这个还需要 检调再赶快去厘清 可是呢 陈佩琪在那天 这个小草聚集的那天的时候 他有讲了一句话 他说陈佩琪说783次 会议的时候柯文哲都不认识 这些人他都不认识 所以呢在那一场演讲的时候 他还是在帮柯文哲撇清这些事情 可是我要给大家看一下 柯文哲真的不认识吗 我觉得陈佩琪一直把他 把他行硕像他说 那个检调来的那个第一个小时 他去上厕所 所以上了一个小时 所以大家就开始在讲 然后那一场就是把他行硕 他其实跟这件事情真的都无关 可是那2.5亿到底公安费 落到谁的口袋里 所以我还是要提醒一下陈佩琪 七八三次会议 柯文哲不认识吗 然后我们看第一个 主任委员叫彭振生 现在跟他一起在积压当中 第二个呢 林志峰 这个第二个是那个 陈志明 副主任委是陈志明 陈志明当时是柯文哲的秘书长 这个市政府的秘书长 他是跟台志光的案子非常有关系 台志光当时用紫约以后他来说服议会 要议会要协助要配合 其实陈志明当时是秘书长 再还有一个就是林从杰 他是产发局的局长 他就是市北科的案子的标案的单位 那林从杰他不认识吗 然后再来一个环保局的刘明龙 刘明龙呢当时是大巨蛋的案子 在我跟亮君两个人拼命的在环评委员会 跟所有环评委员拜托 大巨蛋的案子环境冲击很大 你们要不要重新再评估 重新再审议 我们两个在那边 讲了老半天也没人要理我们 结果听说有一个录音带 当时在议场上有发出 有放给柯文哲听 那个刘明虹还讲说 大巨蛋的案子如果通过的话 你们要请我吃牛排 这几个你都不认识吗 柯文哲都不认识吗 陈佩琪可能不知道 柯文哲不认识 所以我在这边再提醒 像陈佩琪他其实都认识 所以这七八三次会议是非常重要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看到的 这个台北市政府 现在目前针对这个金华城案子 因为民众党一直犯话 就是说其实市政府都知道 可是市政府他也认为 市政府认为说金华城的案子 合理的可是呢合法的 可是我们看一下这个市政府给 回给内政部 因为那个时候是监察院问内政部 内政部问台北市政府 所以市政府回给内政部 那内政部再回给监察院 讲的内容是很明确的 说这个都省的程序 非常严谨把关 所以这个程序 他们不知道有没有瑕疵 但是程序是完备的 可是呢他在第二点 他写的非常清楚 他说以后 如果有土地索尔权关系人 依照都市计划法24条 要变更细部的计划 涉及到新增农机奖励之案 将不予受理 也就是说如果是一般的土地关系人 金华城就是土地关系人 以后有这样的案子 他们都不会再受理了 用24条不会再受理 也就是说全台北市仅有一件 金华城的案子 是用24条来处理的 所以呢这些事情 也打脸了那个民众党说 市政府并不是不知 并不是认为金华城是合法的 那我是觉得啦 其实在整个2.5亿的公关费 到底留到谁的口袋里面 我真的要帮这些公文人员爆取 尤其是基层的公文人员 因为我在所有的公文书里面 我看到他们的无奈 看到他们的紧张 看到他们可能会被关 所以他们一直在公文书上面 写了很多的文字 比如说奉交办 比如说依法规定是不行 是否允荡 都是一个问号 都要问长官 长官都签和了 所以那个签和的公文上面 都非常的明显 所以我觉得 他们承受非常大的压力 然后呢另外呢 这件事情我以为就没了 你以为2.5亿就没了吗 就是只有到这个 金华城 可乐斯就没了 事实上还有 还有下一步 你看哦 我们看到了 我看到这个又更生气 后来呢 等到蒋万安上任的时候 我们议会 所有的议员在质询的时候 才有有所本 因为他们那时候资料才给我们 之前都不给我们资料 所以我们这怎么调调资料调不到 好后来呢 透过蒋万安的上任以后 我们调了很多资料 然后事实上也看到整个过程当中 我第一个时间讲出800市 就是在蒋万安上任的时候 我们去换算出来 其实是史上容计最高800市 那这个事情大家才开始注意 再加上监察院的纠正以后 这件事情爆发了以后 后续我们再去问一下这个 我当时在三四月的时候就在咨询了 然后那个我也问 那个都发局局长 王局长 我说如果是依照你的话 金华城容计奖励 如果20%是依法无据的话 要不要讨回 那局长马上就回应说 以他的专业来看 应该要讨回 然后而且他说 他会在一个月内研议相关方案 结果听到这些话以后 金华城又火大了 居然又委托了律师 发了一个律师函 来恐吓我们的官员 他怎么解呢 他说你针对你讲的 金华城这个要追回这件事情 是不是 你本来就已经想好的 还是临时议员 问你的时候 你临时在回答的 这一句话叫做质问 这个是在质问官员 你怎么可以这样回答 第二段呢 他又讲说 这个台北市政府 处理这件事情要评估一下 这个是南松山的大地方 大地区的计划开发案 你要这样子随便乱回答吗 这南松山地区开发你又在勤勒 你又情绪勒索 他们说这个地方开发 你不能用这样回答 你把我容金奖励拿回的话 我到时候 你会影响到整个大地方 大松山地区的开发 他还情绪勒索 用地方发展来情绪勒索 然后还跟他讲说 你要好好地认真思考这个问题 不能话这个相关利益关系人 还是会跟你要求 比如说你要重新办厅生会 要做行使他们应该 公司要行使他们的权益 到时候我可能会告你 这个还发了一个恐吓心给官员 所以我觉得 我真的觉得说 金化成让我看到 就是说 应该是说贪得无厌 从一开始工业变商业用的时候 已经给你很大的 一个免费了 结果呢 从560又要到840 你就是贪得无厌 你其实拿到百分之容易 百分之三十的话 其实大家也就算了 你至少你最多最多最多 你就是能盖到728 但是你一定非得要 在农机奖励那20% 贯到800室 这就是贪得无厌 那你看哦 连监察院 连检察官都讲 这个是有 背后将近有 可以获利200亿 200亿我拿出4.3亿 那不过小case而已 所以我觉得 我还是很尊重司法的一个调查 我们只能从公文书里面 去还原真相 也帮基层公园 背负这么大的压力的情况 这样帮他们讲话 但是我还是要还原真相 就是说 今天金流到底到哪里 然后当时我后来有提报 就是这个也是他们 离开的员工告诉我 其实除了USB以外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是在他2023年要选总统的时候 2023年10月 那个时候我们开始 在处理金华城的事情 他忽然跑到美国 然后呢那个手机掉了 然后手机掉了以后呢 而且是在过海关的那段时间 短短的几分钟手机掉了 那手机掉了通常你应该是 把云端的资料赶快下载 然后再买一只手机赶快 恢复嘛我们赶快使用 那当时他为什么要删除云端的资讯 当时为什么 而且那时候莫名其妙跑去国外 要做什么 而且他去国外这一趟的时候 很多幕僚都告诉他 你不用去啊你要去干嘛 到底他去了要做什么 没有人知道 然后后来就手机掉了 所以为什么现在要找 检察官要再找一个 专门在了解金流 了解什么国外类似比特币 还是海外的一些资产管理的人 来了解到底这些钱到哪里 因为没有金流 你账本上写的 也只不过是账本上写的 所以还是要查出金流的部分 哈喽大家好我是林官 我有全新的官方个人频道 叫做林官说说看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说说看 也欢迎大家订阅分享 按下小铃铛